大家好,今天我们将实现Mac以及iOS下面的命令行编程 首先我们在这儿打开LaunchPand 我们知道Mac是由Unix发展过来的 Unix我们是用什么方式与计算机进行交互呢? 也就是命令行 在这儿呢,Mac仍然保留了中端,也就是命令行交互 例如我们在这输入Time可以查看时间的格式 我们输入Data可以查看时间以及日期 我们输入PS可以查看进程 我们输入Who可以查看用户名 我们输入DF可以查看当前文件使用空间的状态 我们输入LS可以便利当前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夹以及文件 而且呢,我们在这儿打开Finder 我们还可以在命令行下打开一个应用程序 在这儿,例如地图,我们怎么打开它呢? 首先我们在这儿通过显示简介来查看它的路径 然后呢,我们再输入Open 复制它的位置 然后大家留意到它的名称是Maps.app 我们再输入Maps.app 然后我们回车 大家留意到是不是打开了地图呢? 大家接着想想我们编程该如何实现它呢? 实际上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重新启动一个终端 我们首先进入桌面这个路径 大家在这儿留意到 这就是桌面的位置 我们复制它 我们输入CD进入这个路径 然后我们输入Touch system.c 大家在这儿留意到 我们是不是成功了创建了一个C元的原文件呢? 那么我们接下来如何编辑它呢? 我们在这儿可以输入VI system.c 然后呢我们按下I进入插入模式 首先我们在这儿 Include stdio.h 然后呢我们输入Internet 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 我们在这儿输入Printful 然后呢我们在这儿输入 Hello Word Hello Mic Hello 引成 然后我们输入双引号括号 然后我们输入分号 然后我们接着输入Return 0 这个时候一个最简单的C程序 我们就写完了 接下来我们如何保存它呢? 我们按一下ESC 退出插入模式 然后我们输入冒号W1.c 这个时候大家留意到 我们已经把它保存到另外一个文件1.c 我们要把它保存到c.c 我们该怎么做呢? 实际上非常简单 我们输入冒号W1.c 然后呢我们如何退出它呢? 我们在这儿输入冒号Q感叹号 然后我们退出它 接下来我们查看它 我们在这儿输入cat1.c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查看1.c 我们在这儿输入cat1.c 我们如何编译它呢? 非常简单 我们在这儿输入cc1.c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生成了一个文件A.out 等价于windows下面的ese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执行它 我们输入.c-a.out 大家留意到 打印出了hello world hello mic hello影城 大家讲讲 我们实现了打印以后 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需要实现操作整个操作系统 我们需要用到什么函数来模拟命令行呢? 非常简单 也就是c-time 我们在这儿输入vi c-time.c 我们接下来接着编辑它 首先我们按下i 进入插入模式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输入警号 我们在这儿 include stdlib.h 这个时候 我们包含它 为了使用哪个函数呢? 也就是c-time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调用它 我们在这儿输入c-time 我们输入第一条语句 data 然后我们输入双一号 我们借助data 就可以查看日期 然后我们在这儿 接着输入time 我们就可以查看时间的格式 我们在这儿 接着输入c-time 我们在这儿输入户 我们就可以查看登录的用户名 然后我们在这儿 接着输入c-time open 然后我们要打开地图 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儿 打开finder 选中应用程序 我们在这儿 查看它的简介 在这儿 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粘贴它 然后我们在这儿 接着输入 maps.app 然后我们输入双一号 输入括号 输入分号 我们要查看 计算机的资源状态 我们需要用到什么指令呢? 也就是top 然后我们在这儿 输入分号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保存它 我们按下esc 退出插入模式 然后我们输入冒号 wc-time.c 接下来我们需要退出 这个编辑器怎么做呢? 我们输入冒号 q-time号 退出它 退出以后 我们如何编译它呢? 非常简单 我们在这儿输入cc c-time.c 它会默认把它编译成a.out 我们要把它编译成 其他的文件名该怎么做呢? 非常简单 我们在这儿输入-o 也就是opportune的选项 我们在这儿输入c-time.out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启动它 我们输入--c-time.out 大家留意到 打开了地图 查看了计算机的资源状态 显示了日期 显示了时间 然后显示了登录的用户名 这个下面就是查看计算机的状态 而且呢 打开了地图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c-time函数 任何Mac指令 我们都可以借助它来实现 iOS就是Mac的精简版 它有这个功能吗? 肯定是有的 那么大家想想 我们如何来实现它呢? 实际上非常简单 我们在这儿关闭终端 像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启动Xcode Create New Xcode Project Kit 我们在这儿选中 iOS Application 这里有很多个模板 我们在这儿选中 Single View Application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单击Next 我们在这输入 System 就是我们应用程序的名称 Or一个Zation Name 我们就在这儿输入陈寅 Comply Identifier 就是公司标志符 我们在这儿输入ITCase 这里还有一个Bundle Attendifier 也就是这个应用程序的标志符 加一个公司的前措 这里呢 有一个类前措 我们默认XYZ 这里有Device iPhone iPad Universal 我们在这儿选择默认的iPhone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单击Next 我们就创建它 创建完整以后 我们在这儿来查看一下Build Settings 大家留意了没有 iOS上面的应用程序 我们也可以使用CC++来开发 我们在这儿启动慢点Storyboard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拖入一个Button 然后我们直接运行起来 大家留意到这个程序运行起来了 我们按下Button以后 是不是什么反应都没有呢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按下这个按钮 是不是没有触发任何代码呢 我们如何让它触发我们的代码呢 实际上非常简单 我们在这儿单击Stop 我们在这儿来写一个偷文件 我们输入简号括号 我们输入IbAction 然后呢 我们输入Go 接下来我们打开ViewControl.m 我们在这儿输入简号括号IbAction 我们输入Go 然后呢 我们输入大括号 接下来呢 我们Inclue的Stdio.h 我们来写一段最精简的C元代码 我们在这儿输入Halo iOS Hello引成 然后呢 我们在这儿输入分号 接下来大家想想 这个时候 我们按下这个按钮之后 它能触发这个Go事件吗 那是肯定不能 我们如何让它能呢 我们在这儿选中慢一点Storyboard 我们选中ViewControl 我们右键 大家在这儿留意到没有 这里有一个Go事件 我们在这儿可以让它和按钮关联起来 我们拖住它 把它拖到Button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弹出了一系列菜单 我们在这儿可以选中TakiDone 大家留意到这意味着什么呢 也就是这个按钮TakiDone以后 也就是被按下了以后 就会触发这个Go事件 如果我们按错了呢 我们在这儿可以单击这个X 把它删掉 接下来我们拖住它 选中TakiDone 也就是按钮按下之后 就会触发这个事件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运行起来 然后呢 我们选中它 在这儿我们就可以查看输出 我们按下Button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 打印出了Hello iOS Hello影城 再次再次 是不是都一样呢 大家讲讲 我们要执行System指令 我们该怎么做呢 实际上轻松加愉快 我们在这儿选中ViewController 我们在这儿接着包含一个投文件 哪个投文件呢 stdlibro.h 然后大家想想 我们要执行一个指令 该怎么做呢 我们在这儿输入System 我们要查看当前的日期和时间 我们就可以输入Data 我们要查看目录 我们就可以用LS 现在在这儿 我们再次运行起来 我们按下按钮之后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时候 打印出了Hello iOS Hello影城 而简了 显示了日期和状态 而简了 便利了所有的目录 所以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Mac下面的很多很多指令 都可以在iOS上运行 在这儿 大家可以看到 这就是所有的 unique指令大权 大家知道吗 Mac是由unique发展过来的 所以它继承了 unique100%的指令 而iOS又是Mac的精简版 它继承了Mac90%的指令 大家现在了解了 我们如何借助C元的System函数 来实现对操作系统的控制 我们知道 命运行可以控制整个操作系统 所以 我们现在也可以通过C元 变一个System函数 来模拟命运行 完成所有的操作 希望大家一定要认真实践